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平平断断 恩恨远远 嘻嘻哈哈 又是一天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敌人节》断案新编 七月流火 天气闷热 《敌人节》手拿蒲扇是不停的煽风 可仍然是大汗淋漓 方啊 你说这个天气怎么这么热呀 跟到了非洲似的 大人 你去过非洲啊 没有啊 我就是这么琢磨这位 所以说嘛 这还是哈尔滨好啊 是吗 他两块啊 哦 元芳 你去过哈尔滨啊 大人 您贵人多忙事 我不就是东北那嘎嘎的吗 也是也是 这些年我跟您走南闯北的 这秦雪苦练普通话 东北话差不多一句都不会说了 贼俩不习惯的 你太谦虚了 我早就跟你说过 跟着我啊 有肉吃 还有标准的普通化学 学我沉着机灵有胆量 还能在鬼子面前耍花 不行啊 还是热啊 眼见敌人节 手中的菩萨是越删越快 越删越快 越深越快 哎呀妈 累死我个旁白了 台长 台长 站起来啊 有您这么沉着机灵的吗 瞧这扇劲的 快赶上风鸟了到你 你才是鸟人 其实本大人早就琢磨明白 为什么扇着扇子 人还是觉得热 这是因为啊 你虽然感受到了凉风 但是你的胳膊 却还是在不停的动作 自然就会产生热量 热冷两相抵消 这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嘛 哎呀呀呀 受教受教哈 大人你既然明白此理 那为啥不把菩萨放下呢 这扇子都快被你扇烂了 啊 方啊 大人想说的是 如果他的胳膊不动 也能感受到菩萨的凉风 那就再好不过了 敌人节会心一笑 点了点头 斜眼看着原方 哎 大人 别动啊 我忽然想起有件童年的事没办 失陪了 这个小心眼的劲儿 我都没让你给我扇 哎呀 要是有一台机器能够不停的扇风 那就最好了 比如说设计成三片扇液 哎 这个机器上面还有四个按钮 一个负责开关 另外三个负责调节风速的大小 哎呀 那真是机器一开 凉风自然来啊 哎 这话我听得太会儿熟了 哎 大人 您说那是电扇呢 那咱们现在是糖炒 电扇还没发明出来呢 再说发明出来也没用啊 那没电呢 这水电火电都没有啊 啊 我也就是说一说 哎 就算是望眉止渴吧 哎呀 说到渴我还真渴了 那小乔啊 我的酸梅汤呢 两个人逗了这么半天嘴 不可才怪 你等会儿啊 这就给你熬去 现熬啊 那得啥时候啊 熬呀熬呀熬 熬成一敲箱 别以为你有三脚猫的功夫 就给我嚣张 看张 接着 别打了 没看大人都快热爆了吗 哎 大人啊 其实我倒是想到一个 能让身体迅速降温的办法 哎 你咋不早是晚的 你就是 哎 师爷请讲 说着 敌人接着扇子也不摇了 袁芳和小乔也不打了 三个人是聚精会神的 听师爷讲 啊 当然 我呢 这也数下策 哎 但说无妨 啊 当然了 这也是 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嘛 哎呀 说来一听 啊 这当然 你说不说你 说 别别别动手 别动手啊 君子动口不动手 哎呀大人 我刚刚得知平安大街发生了一种命案 什么 你怎么不早说呀 怎么样 两块多了吧 我 哎 师爷这个办法好啊 但是尽量还是少用啊 师爷啊 你把案情仔细的给我倒来 刚才呢 卧在平安大街上闲逛啊 走到这个好再来书店的时候 发现店外拥着不少人呢 进去之后才发现 是刚刚发生了一桩杀人案 这个书店的女主人被杀害了 像是被人掐死的 但现场几乎找不到一脸 那大人 我安排了几个人保护现场 就赶忙回来向您禀报来了 敌人节 你的酥梅汤 哎呀 人命要紧 我顾不上喝了 快快随我去 那个好再来 怎么个书店起了个饭馆的名字 这大大人 这胡扇还拿吗 你拿着吧 为了保卫一方百姓的安全 我现在浑身冰凉 好意思凉水浇头 怀里抱着冰 对对对 我成杜师娘了 话说敌人节一行起身 赶赴好再来书店 这书店的门口 可是有很多的人 还在围着呢 哎 那个那个那个 大家快快 闪开闪开闪开 闪开啊 那个敌人节大人 微服私访来了 什么话呢 有自爆家门 微服私访的吗 成走学演出了吗 这 古装就是看多了 好再来书店 是汉阳县城里 小有名气的书店 规模不大 但是处处显示着店主的用心 推开书店里间的门 女店主的尸体横沉在地上 店主面容较好 脖子上掐痕点点 看不出有临死前反抗的痕迹 这个死尸是谁最早发现的啊 大人 是这两个人 说着 尸也带过来两名中年男子 这两个人 一个人灰色打扮 另一个人身穿黑白条纹的衣服 灰色打扮的人说话了 见过大人 小的叫李年 这位是我的朋友 杜白 见过大人 下午 我坐在书店对面的茶馆喝茶 今天不是天气特别热吗 我叫老板娘 给我们往茶里加了不少冰块 制作成了冰茶 这个冰块放在红茶里 就叫冰红茶 放在绿茶里 就叫冰绿茶 放在花茶里 那就叫冰花茶 你以为你是某师傅啊 这茶他茶的 说重点重点 不行 我一见当官的 我就紧张 你见到父母官 你爱戴还爱戴不过来呢 你紧张个傻玩意儿啊 那什么 杜白 你说 好好好 我叫不紧张 不是 小人我叫杜白 我接着李年的话说 下午 我到茶馆的时候 李年已经坐在那里 看了一会儿对面的街景 他告诉我说 他发现对面的书店 也就是这个好再来 有点不对劲 哪里有异常啊 大人 您有没有发现 李屋的这道门上 有一个可以调节开关的方孔 敌人杰仔细一看 确实发现门的中间 早有一个两寸建方的小孔 方孔的旁边 还装有一个木板 可以随时将方孔关闭 本大人看到了 然后怎样啊 平时店里无人照看时 主人在门里 可以通过这个方孔 往外张望 以防图书丢失 所以平时这个方孔 都是开着的 但李年喝茶时发现 不仅这道门关闭着 连方孔也咔哒一声 突然关上了 我听他这么一说 也看了一下 确实是关着的 对对对 那个方孔关上之前呢 这个店里没几个客人 差不多一个时辰 也没见人进入李屋啊 哦 这么热的天气 还将这样能够稍微通风的方孔 给关闭 而且连店也不堪了 确实是有些异常啊 哎呀 对呀 今天天气炎热呀 我们家大人那是深有体会呀 要你多嘴呀 杜白 你接着说 哦 大人 我们俩又聊了一会儿别的 越看那扇门 越觉得蹊跷 又不敢贸然打扰 最后终于鼓起勇气 走进书店 打开了这扇门 发现了女主人躺在这里 说起来我还有些伤心 我呀 是这里的老主顾 经常买几本书回家 那个女店主也长得非常漂亮 呃 这个我也看出来了 只是没早发现有这么个书店 早知 怎么也得办张金卡 不要胡言乱语 哎哎对了 哎你们哪位是这位书店的男主人呢 大人 这个我知道 我不说冰茶的事了 让我说说行吗 就算戴罪立功吧 哎 其实你说一说冰茶也不算什么罪啊 你且讲来吧 是啊大人 小的我就住这附近 所以这条街上 买卖家的事情都多少知道一些 这家好在来书店有男店主 只不过这男的平时白天都在外面花天酒地吃醉金迷 每天都是后半夜前后才回家 第二天一大早啊 他又出门 就算长期早出晚归的典型代表吧 所以整个白天 这书店营业期间都是女主人照看着 这不家里女人都死了 这男的还在外面鬼混 好不知情啊 原来如此啊 大人 我刚才出后门看了一下 把那个胡同口裁缝店的老板也找来了 哦 是要给我这师爷做净凉快一点的衣服吗 哎呀 等办完正事再说吧 加上这个微博微信联系都成嘛 去去去去 有你什么事啊 你这再说这家店主他要做旗袍 你个狗头师爷你穿得了旗袍吗 你旗袍倒是凉快 你想想啊 这个开气开的这么高 注意注意啊 注意影响啊 旁边还躺着一位呢 方啊 你继续 大人 你可以直接问这个裁缝店店主 有没有见人在案发时刻逃出胡同口 裁缝店店主何在啊 大人 名女在此 我且问你 那个旗袍 不是 你那裁缝店是在胡同口吗 所有进出胡同口的人 你都能够看得到吗 回大人 名女的店在胡同口不假 而且我这眼睛 俩叶落实都是一点我 眼神不济也做不好裁缝活 就拿我们店里这旗袍来说啊 这个旗袍啊 怎么又提旗袍了 为什么说是又呢 刚才不是我说的 接着说你那眼神 是 凭我的眼力 别说那么大的活人了 草里虫从我胡同口游过去 我都能分出公母 哎呀 这好 好眼 好眼啊 这个草里虫的才多大 草鞋那么大 别在这丢人了啊 草里虫只有几毫米 而且草里虫是分裂生殖 不是雌性雄性的 哎呀 这个生物基础也太差了 哎 店主啊 你也不要再炫技了 直接说你 喂食前后 有没有见到人出去就可以了 回答人 一个人都没有 哦 只用一条狗 抬起右后腿 在胡同口的一棵老槐树旁 笑了一个遍 哎 那狗是个串 而且串的邪乎 说精八不是精八 这说藏壕不是藏壕 说贵妇也不是贵妇 说哈是旗吧 她也不像哈是旗 哎 你倒认识不少狗啊 主要是啊 有人来店里给宠物狗做过旗袍 所以我多少认识一些品种 现在养宠物的多了 狗旗袍也算是我们店里 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的 那个好好好 狗就不要再说了 不不不 不要再说狗了 你先退到一边吧 敌人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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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休息 休息一会儿 八七六 八七六 敌人姐立功了 敌人姐立功了 不要给坏人任何的机会 伟大的八七六 左后位 他继续了八七六的光荣传统 远方 小巢 师爷 在这一刻灵活套体 他不是一个人的战斗 他不是一个人 八七点六 常年在外 风吹日晒 用了点敌人节 嘿 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啊 敌人节 明天见 敌人节 天天见 裁缝店店主退到了一边 给大家一人发了一张名片 一边还说 欢迎会顾 来人来狗都欢迎 敬一敬 敬一敬 你这个发名片 你去外面发啊 这家店的左邻右舍的邻居们 有没有来啊 你们也说一说情况吧 听完敌大人的话 左邻右舍是七嘴八舌的说了起来 女店主漂亮是漂亮 但命不太好啊 浑身都是伤啊 对 我有一次亲眼看到了 他还拼命掩饰 家庭暴力啊 我和平时也听不到这两口子打架什么的 所以啊 也还真是有些奇怪呢 邻居们正在说话的时候 一个男人 亮亮腔腔的分开人群跑了进来 见到地上的女人 扑至身上就开始大哭 邻居们介绍说 这个男人就是书店的男店主 名叫严旭 严旭哭了一会儿 师爷叫他起来接受问话 严旭啊 人死不能复生 节哀顺变 本大人想问问你 你们夫妻俩的感情如何呀 回大人 虽然谈不上甜蜜恩爱吧 但也是相安无事啊 即使有时候吵架 我也没动过他一根手指头啊 有一次 他堪丢了十来本书 我也只是低声骂了他几句 也是啊 今儿来这么多人 我书丢没丢啊我 好你个父亲郎 你老婆都命丧黄泉了 你还惦记着你的书 你既然那么惦记你那生意 你为什么平时不帮你老婆 一起打理书店呢 你刚才干嘛去了 这姑娘 姑娘说的是啊 丢几本就丢几本吧 我想我会慢慢改好的 您问我刚才去哪了 我刚才去那个上一档 上一档棋牌室玩拱猪去了 手叫那一个臭 臭 对呀 手臭 就是手气差呀 闭嘴 怎么 亲 丑丑时间 该放广告了 再不放啊 赞助商的脸比你的手还臭 唐白 唐白 来了 小主有何吩咐啊 说结束的词了 这 敌大人还没发话呢 我让你说你就说 是不是啊 敌人姐 正是正是 让他说你就说啊 快说快说 得亮了 咱就说啊 赞助商 得罪不起 这小桥姑娘 更是开罪不起呀 这好在来书店的女店主 死得蹊跷 咱得给敌大人来点 思考的时间 这样吧 今天晚上的 敌人节断案新编 就讲到这吧 咱们明天晚上 继续 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 感谢您的收听 屏屏断断 恩恨远远 嘻嘻哈哈 又是一天 时间里什么 还需要火炼 白心里什么 它放在心间 贪官你什么 它找了人烦 坏蛋你什么 它要玩玩啊 誓言你什么 它怎么那么乖啊 远方你什么 它一个不得闲 深谈你什么 它寂寞贪婪 请管你什么 它千百年 时间里震惊 它需要火炼 白心得极苦 它放在心间 贪官你模样 它找了人烦 坏蛋你小命 它要玩玩啊 誓言它 恰指算 怎么那么乱啊 远方它 光好腿 就一个不得闲 深谈你排便 看着金光闪闪 请管你故事 那千百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